九季這個股市考慮了很多, 看見周期會否是緊織, 有沒有多差, 會否有機會可能會有推算呢? 今年跟去年比較是很難的, 去年是一個歷史新高, 全球股市包括香港股市都做得很好, 大家見到今年一月底之後, 全球股市出現了很大的波幅, 在這方面我覺得今年的投資環境會困難, 剛才我在會裏講過有幾個風險因素, 第一個就是美國的加息步伐, 可能比市場預期和想見到的快, 第二點就是貿易方面, 貿易保護主義升溫, 大家焦點都放了中國和美國的貿易磨擦, 劉鶴副總理據報今天去美國, 應該有一個高層的第二輪談判, 我們不知道結果如何, 但我自己很希望雙方能夠達到一個妥協, 因為在一個貿易衝突或貿易戰裏面, 尤其是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貿易國是會相輸的, 貿易戰是沒有贏家的, 至於今年平時我們不會做一些預測, 但我覺得投資環境方面, 如果利息是趨升, 而利息或貨幣環境收緊, 是會令到資產價格有影響, 但我們很難說到, 第一,利息會好像聯儲局預期那樣升發, 還是會比它快呢, 以及它對資產價格的影響, 第二,政治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變化, 朝鮮半島的氣氛似乎混和了很多, 很快是金正恩和特朗普會談, 我們也很密切留意今次會談有甚麼成果, 但同時我見到在中東方面的情勢緊張了, 在敘利亞方面有些英美法聯軍襲擊, 另外最近又有美國推出伊朗核核協議, 這也令到中東的情況比以前更緊緊張, 地緣政治很難預測到它的走勢, 如果真的爆發一些更大型的衝突, 這對於貿易、經濟和金融市場都有影響。 你能夠說出現在的第一次表現? 很難以來比這個年代表現的表現 去年代表現了一些高利率的稅值, 這也是非常好年來, 在最多的貨幣市場上, 但這個年代表現我們有不確定的事情, 首先,它的價值已經很高, 第二,美国的利益价值是增加的 它们可能增加快速 than the market can expect 我们也看到了更加激烈的交易关系 尤其中美国和中国的利益价值 我们期待听到第二回合的高-level negotiations 但會不會在今年比较差很多呢? 還有MA會否再做些事 另外有一個就是資金樓 之前就流走資金之後停了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每天都幾乎貼著7、8、5 或者電腦都未觸發到 會否跟著持續又可能拖慢 很長時間香港的利息才會再升 香港的資金樓向是受了幾個因素影響 剛才我在會裏解釋到 就說是受美息和港式的息差影響 如果是美息上升 例如美聯儲遲些又加息 美息和港式又拉遠了 這會提供一些誘因做一些套利套息盤 你見到這段時間 我們一個月的銀行測息是回落了一點點 變成我們跟美息拉波的距離 最近又多了 最近有90點指差不多1% 你見到在這個情況之下 港元的匯率又偏弱 現在是很接近7.85的 差幾個點指 我自己估計如果息差持續 隨時都可以再觸發 藥方兌換保證 我們金管局就會去市場買港元 估美金 這是原繫匯率設計下的正常運作 因為資金從港元流走 才會令到港元的利息 可以逐漸去跟美營一樣是正常化的 陳先生 我想問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會否減持股票的投資 或者其他組合會否有些調整呢 另外你先回答 今年的股票市場的前景是很難看的 其實股票市場是會受幾方面的影響 第一利息的走勢 第二亦是好看實體經濟 或者一些跨境的貿易營業方面的前景 其實貿易保護主義升溫 對一些跨國企業的經營是不利的 因為他們做很多生意 都是用一個供應鏈 在不同地方製造 以及輸出一些消費國 如果你貿易墊 肯定雙方的貿易量會減低 可能連生產量都會受到影響不低 變成這方面是一個不利因素 亦好視乎遲些中美貿易談判 是沒有成果 如果大家可以談到一個妥協 這個對於實體經濟 對於貿易方面是一個利好因素 但你回答那個到底會否調整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在資產配置方面 做了很多防禦措施 都不是今天才開始做 其實我們一早已開始預備 美國的貨幣環境 從一個極度寬鬆 開始會縮表 加上加上短息 這個環境之下 我們自己的資產配置 如何是一個最穩妥的安排 這個我們都做了 今年我們都會不時調整 看視乎情況而定 是作出進一步的安排 陳先生你見到阿甘廳部的過程 都大跌在新興市場的經濟過程 今年是要大家留心一點 因為新興市場經濟去年整體而言 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增長 但見到當美元的利息一直加的時候 美國經濟亦相當不錯的時候 有一小部份的新興經濟體是受到一些資金的外流壓力 剛才你提到阿甘廷 但阿甘廷本身它有自己本身的問題 例如它財政方面是出現很大的赤字 這個不是在其他新興市場會出現 大家我整體而言 見到譬如亞洲的新興經濟體方面 在財政、貿易、經常漲方面 外匯儲備方面情況仍是頗理想的 所以我又不會覺得 今年即使美元是趨強、轉強的時候 都未必會對所有新興經濟體造成大壓力 但個別可能會出現一些情況 有個個別銀行和支付銀商是開發香港錢包 跨境在內地使用的這個系統 這個牽涉兩部份 第一個就是本身系統的開發要兼容 第二就是一個跨境資金的流動和兌換 就出現一些有需要一些政策上的批准 這方面的工作是正在做的 我暫時沒有一個具體 它們可以落實到的時間表 陳先生剛才都說資產價格 其實都不是很看得來 它會否因應風險 可能會否因應風險 做多些分架 它們周期的投資 其實投資資產配置方面 我們過去幾年都陸陸續續做一些防禦性措施 我們覺得現在的情況 都是要慢慢小心去觀察市場 但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會做進一步步調教 陳先生剛才你在會上都說到 那些樓市氣氛又不斷升 其實你們方面會否再考慮 有些新一輪的措施或微調措施會出台 我想重申兩點 第一點就是 銀行對於樓宇提供的按揭貸款的鬆緊 只是很多影響樓市發展的因素 是一個其中之一 還有其他因素 尤其是土地和新樓的落成供應量 另外香港經濟增長 市民的購買力 和本地和外地的需求 都是影響樓市和樓價發展的因素 現在的按揭利率是偏低的 大家都記得 在97年地產高空期的時候 當年的按揭的息率普遍是12厘 但未見到12厘是這麼高的息率 可以阻止泡沫形成的 第二點就是 我們金管局推出的逆周期樓官審控措施 不是直接針對樓價 我們這些措施的目的 是保持維護銀行體系的穩定 在過去八輪措施推出來之後 我見到銀行的抗爭能力是大大高的 第一點是按揭貸款 平均新造按揭貸款的比率是5成 另外借款人家庭收入的比率 和供款比率都改善了很多 現在樓市本身很難以知以後的走勢 不過我見到有兩因素可能出現變化 第一就是新樓落成和供應量可能增加 第二亦有可能香港的按揭利息慢慢催升 我們要多些時間去觀察一下 究竟這些因素的轉變 如果真的出現的話 對樓市的發展的影響 換句話來說暫時不會推出新的措施 我們要多些時間去觀察樓市的發展 按揭保險公司是一個金融保險產品 它是一個以風險為本的產品 當然會因應市場的變化去審視和作出調教 但我們每次作出一些調教時 都要很小心風險的管理和對樓市的影響 暫時我們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貿易融資貿易貸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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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算有很多的措施還是一個窗口 大家可以去討論 亦未必會落實到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暫時見不到 香港銀行系的貿易融資方面的金額 有明顯的一個下跌趨勢 中間公治是 可以使用資產產資っ落 我覺得是坐菊工專輯健康的資格 關於録任者 trust 請 clar采我 这些年转化的公司这是差不多50%的融合价格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在公司的公司你相信公司吗 如果你是否相信公民的財政, 如果是公民信息, 你相信公民信息会上升了 會進入公民的財務, 如果公民信息會下跌, 如果公民信息會有一定的財政, 當公民信息會進入公民信息, 公民信息會否出現公民信息會否應付出公民信息 所以 公民信息,公民信息會否消失去公民信息它們不會有公民信息 approved the mortgage loan in case of significant rise of interest rate at the moment is set of 300 basis point on the current network and that also help to enhance the buffer for the banks for the borers I think these two are very good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the banking system and the households in tackling and coping with future shocks that may come all the way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all